恩典36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祝福你今天一整天 你非常真实的经验 你是走在上帝的祝福 上帝的祝福 彰显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神同在 连雅各这样一个 这么靠自己的手 靠自己的努力 靠自己的小聪明 甚至靠自己的诡诈过日子 去争取许多 他所想要的东西的人 他都不得不承认 当他面对拉班 一个跟他一样狡诈 甚至比他更狡诈的人 他说 他说我这二十年来跟你在一起 我付这么多代价 这么辛苦 他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 所侍奉所敬畏的这一位神 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家族 所跟随的这位耶和华上帝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与我同在 他说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 我打定主意 我知道像你这样一个人 你如今一定让我空手 你打发我空手 就是让我这二十年完全是白忙一场 但是神看见我的情况 神出来替我说话 神昨天晚上告诉你说 你不可以对雅各说好说待 你不可以欺负他 谢谢主 雅各知道我这么努力 我这么认真 但是我真知道我留不住 我留不住这些祝福 除非上帝与我同在 我要祝福你 在你这一天当中 也许你会碰到很顺利的情况 你也可能碰到很辛苦的状况 像雅各 你可能碰到一些对你非常好的人 你也可能碰到像拉班这样 非常难搞的人 好像雅各所遇到的 不论你遭遇些什么 我奉主的名祝福你 今天这一天 你最真实的经历是 神与你同在 以至于不管遇到什么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心中是笃定的 因为你知道上帝与你同在 为你祷告好吗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现在很担忧 你好像一直担心 今天会发生些什么样 不愉快 让你很失控 很不知所措的事情 但是我为你祷告 在你的人生当中 你真实的经验 神与你同在 主要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里面真的深深有这样的感动 我不知道我的弟兄 我的姊妹正遭遇些什么 但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害怕 很多的担忧 但是是的 看环境 看自己 看问题 看难处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我们会失控 但是我要宣告 我的主 永远不会失控 即使洪水泛滥 你仍然坐着为王 你永远掌权 主啊 愿这位永远不失控 永远掌权的神 与我的弟兄 与我的姊妹 同在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我爱你 油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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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